大家好,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这个手心啊 手心正面的有一颗痣啊 比较清晰啊 这个痣是主富贵的 我们手心痣比手背痣要好一点啊 整个人的事业财运还是比较平顺啊 坎坷比较少 那么如果说是感情线啊 看感情线末端有分叉的话 咱们比较多啊 智慧线偏短 那么这个就是容易情感不顺 甚至近期有可能出过一些感情上的波动 比如说分手啊 争吵之类的啊 智慧线跟生命线相连 很少啊 性格偏倔强啊 不认输 轻易不低头啊 也会给对方呢 造成很大的 这个不少的压力啊 面相当中的鼻头 鼻准头还是比较大 比较饱满的啊 这个财运很好 山根略低 山根略低 山根略低是 是同样是主婚姻 不是很顺利的意思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面相 结合在一起 看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提昂玄机啊 如果只有客户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我思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